光榮国中篮球队 精彩的花式球技表演 为三德公园篮球场更新启用典礼 揭开序幕 使用将近30年的三德公园篮球场 原本是老旧的魔石子铺面 止滑性不佳 安全亮起红灯 在顺德里长李洪志 与成德里长吴政权的积极争取下 获得陈琴的议员提拨建议款协助 经三农区公所三个月整建 让球场焕然一新 三德公园篮球场这次改建 除了将魔石子铺面改为压克力地平 也增加一道三公尺的围网 避免篮球掉出球场 对公园外的行车造成安全隐忧 三德公园篮球场这次改建 也希望大家遵守晚上10点离场的规定 以维护社区安宁 有很多优心和一些年轻朋友 他们非常喜欢打篮球的活动 这个活动也希望在晚上10点之前 我们就可以把它禁止了 启用典礼后 三重区长陈琴正 特别邀请与会嘉宾 来一场立定跳投PK赛 现场气氛相当欢乐 陈琴正也提醒大家 防疫期间到球场打球 务必遵守相关防疫规范 才能保护自己 也保护别人 记者伦鸿宏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